男孩不小心在食堂滑倒 忽然被一只手揪住了衣领 还被吊在了半空中 舒元力大无比的样子 让其他人纷纷看直了眼 只见她轻轻一抬 滑倒的男孩平稳落地 舒元的这一举动 成功吸引了同为老师的海娜的目光 晚上聚餐时海娜再次遇到舒元 看到她右手腕出的伤 舒元下意识闪躲 瞬间让海娜呆愣在原地 白天在食堂 海娜伸懒腰是不小心碰到了舒元的餐盘 将她的右手烫伤 她快速起身道歉 海娜还想查看一下对方的伤势 舒元却头也不回地离开 晚上再次看到舒元 对自己避而远之的态度 海娜坚信她很讨厌自己 海娜虽然一肚子火气 好在吃饭时保谦老师也在查 她自打在学校见到保谦的第一眼 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当看到保谦也很喜欢宠物 海娜立刻找话题搭讪 海娜听后却心情复杂 因为家族深受诅咒 她一旦跟人接吻就会变成小狗 如果一百天之内没有再次接吻 就会一辈子变成小狗 因为诅咒海娜失去了相爱多年的初恋 当看到初恋跟自己最好的朋友结了婚 她气愤极了 给自己狂灌了几瓶酒 醉酒时突然看到保谦对着自己笑 还听到她叫自己去告白 海娜猛然惊醒 抬起头看到窗外的保谦 就直勾勾地冲了出去 叫住对方后直接告了白 出外一口 送信给你 看到对方闭了眼 海娜勇敢地迈出了脚 就在嘴唇触碰的那一刻 面前的男人却变成了疏远 海娜反应过来快速推开了疏远 海娜急着询问疏远 为什么要穿着保谦的外套 还没等疏远回答 海娜就快速逃离了现场 因为只要她跟男生接吻 就会在晚上12点之后变成狗 眼看只剩下一分钟 海娜在大街上乱窜 试图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变身 她刚跑进一条巷子里 瞬间变成了一条狗 海娜孤独地行走在人群中 嘴里还叼着自己的小皮鞋 为了快点回到家 她需要爬上面前的台阶 一路走到地铁站 眼看地铁门即将关闭 她满足了近的向前冲 成功在关门的那一刻跳了进去 海娜走到一位男人面前停了下来 对话间佑娜走了过来 看到妹妹的鞋子被一只狗叼着 姐姐将海娜带回了家 面对只会狗叫的妹妹 佑娜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贴心地给她盖一床小花呗 如今的海娜一到晚上12点就会变成狗 早上6点又会变回原 但如果100天没有解除诅咒 她就会一辈子是条狗 原来早在古代海娜就被吓了诅咒 第二天早上6点 海娜从床上苏醒了过来 回想到昨晚亲错了人 海娜立刻写了一份辞职信 还躲在衣柜里拒绝去学校 结果还是被姐姐劝去了学校 海娜刚坐下 宝谦就进来询问她昨晚有没有安全到家 宝谦解释书员也让她保命 还让海娜当面去给书员道个歉 她昨晚受了不少的惊吓 此时的书员正在上课 还向学生们展示了一套十分牛逼的解题手法 走出教室池影的一众弥媚驻足足观望 路过的海娜看到这一幕十分不解 书员不仅很受学生欢迎 还跟宝谦老师相处不错 可唯独对她很是冷淡 好几次都对她避而远远之 小狗为了变成人 偷偷跟一个男人接了吻 当嘴唇触碰的那一刻 海娜成功变回了人 原来海娜的家族一直受到诅咒 只要跟异性接吻 就会在晚上12点到早上6点间变成狗 如果100天内不能再次接吻 就会一辈子变成狗 海娜一直小心翼翼地活着 直到这天不小心喝醉酒 误清了平日生疏的同事书员 为了解除诅咒 海娜必须以小狗身份再次跟书员接吻 于是她开始刻意接近书员 主动帮她擦桌子 还约她一起去喝酒 然而无论海娜如何靠近 书员都对她爱搭不理 海娜正焦头烂额时 突然收到书员的短信 书员虽然对海娜的举止很是反感 但还是不忍心伤她的心 本打算借着吃饭说明误会 突然中途接了一通电话 海娜也紧紧抓住这次机会 看书员走远 在酒里猛猛天亮 想将书员灌醉来个霸王硬上弓 书员毫无防备地喝下 片刻后就开始头晕目血 海娜借着机会 问书员以前每次跟她出门采购物资 为什么都会半途消失 还问她为什么这么讨厌自己 书员没有告诉海娜 每次她都是被狗吓跑的 海娜还想要追问 眼看只剩下五分钟就到十二点 她快速跑出了餐厅 随后给书员打去电话 让她出来一趟 自己则变成小狗等在外面 听到书员的声音 海娜探出了小脑袋 想象着自己朝对方跑过去 站在她面前被连连夸可爱 最后成功跟对方接吻解除了诅咒 然而海娜没有料到 书员怕狗 当她咬着尾巴卖弄可爱时 书员却被吓得瘫软在地 海娜一时间弄不清什么状况 只见书员一步步后退 因为在她眼里 此时的海娜比鬼都可怕 书员挣扎着爬起身 快速跳上了垃圾桶 这把海娜整懵了 不敢相信她竟然怕狗 对着她不停地口吐芬芳 双方交战间 宝谦恰好路过 宝谦一把将海娜拥入怀中 海娜感受到男神的体温后顿时安静了下来 书员回到家脑海中不停想到内鱼 自己害怕狗的样子 是否有被海娜看到 隔天海娜去学校上班 走到门口看到三个混混在吸烟 她本想训斥几句 没想到反被对方调戏 海娜遭到攻击时 书员及时出现 三两下就制服住了调皮的三人 海娜却觉得很丢脸 在学生面前失去了威严 连吃饭都没有精气神 书员注意到偷偷买了一块蛋糕 看到海娜吃得很开心 她心满意足地离开 事后书员准备向海娜解释自己 为什么会避开她 学生时期的书员遭遇过霸凌 只要敢反抗 一旁的狗就会挣脱铁链朝她扑过来 因此她对狗充满了恐惧 回想到这里书员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书员感谢她体谅自己想藏在心里的秘密 晚上海娜接到一通派出所电话 将一名打架的学生保释了出来 海娜问她为什么不打电话给父母 小崔解释父母居住在澳洲 她目前居住在一个亲戚家 所以半夜只敢联系班主任 海娜叮嘱间完全忘了时间 突然发现还有四分钟到十二点 她快速往家的方向跑 小崔不明所以地跟在后面 海娜眼看来不及 快速联系哥哥帮忙 突然小崔出现在身后 惊吓间让海娜的手机掉进了下水道 海娜说完没关系后劝对方快点回家 自己则跑进了一个小巷子 然而一转身再次看到小崔 小崔瞬间被吓得双腿发软 看到从衣服底下冒出来一只小狗 她直接吓晕了过去 海娜将对方拍醒后快速逃离 小崔意识到老是变成了一条狗 再次追了上去 最终逮住了逃跑的海娜 小崔偷偷将狗狗带回了家 还特意泡了一杯茶 碍于情面海娜喝了几口茶 随后解锁了手机 想提醒学生打电话给她的家人 没想到小崔看到这一幕很是伤感 半夜海娜开启了逃跑计划 然而两条腿太短 始终没有办法够到门把手 由于太累她一不小心睡着了 隔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全身裸体 听到门外传来的脚步声 她快速爬到桌前拿到衣服 等树员推开门一看 海娜正坐在床头穿袜子 女孩一到晚上就会变成狗 第二天一早又会变回人 可这晚变成狗的海娜被一名学生捡回了家 她醒来的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同事树员 而树员看到外甥衣衫不整地躺在地上 误以为昨晚两人发生了什么 这让海娜一时愣住 此时小崔苏醒过来 两人被带到了客厅 小崔还记得昨晚班主任变成狗的画面 海娜示意她别声张 为了打消疏源的怀疑 海娜只能将昨晚小崔跟同学打架去到派出所的事抖了出来 她谎称自己去保释她之前跟朋友喝了酒 结果在送她回去的车上突然酒力发作 小崔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 所以才带回了家 这番说辞成功化解了危机 离开时树员拜托海娜 在学校务必保密她跟小崔的关系 海娜同意了 转身时头顶突然飘下一片树叶 恰好落在了树员的手上 看着海娜的背影 树员内心无比心动 然而这一幕被不远处的财亚老师尽收眼底 树员刚走到学校门口 财亚老师就将她拉到了一处墙角 为了增加树员对她的好感 她当场说了一个自己的秘密 与此同时 副校长将一条狗带进了学校 树员刚推开门 就被吓得后退紧 她惊恐万分的表情被海娜注意到 海娜想起树员怕狗 于是谎称自己对狗毛过敏 希望副校长能够为狗狗另寻别处 海娜实在没有办法 此时副校长注意到身后的树员 问她挡在门口做什么 副校长拜托她去停车场 顺便到自己车上 帮忙拿一下万德的饲料和餐具 树员接过车要是快速跑了出去 然而返回时 看到万德正趴在后门处 树员迟迟不敢开门 此时副校长又走了过来 拜托她帮自己喂一下万德 她现在实在脱不开身 容不得树员拒绝 她壮着胆子从前门溜了进去 快速摆好餐具 将狗粮倒在了里面 然而清脆的熟悉声 很快引起了万德的注意 鸡肠鹿鹿的她看到是狗粮 立刻朝前方跑了过去 就在快跑到树员身后时 海娜突然出现 将树员一把推出了门外 书员正疑惑时 撇头看到万德吃得正香 他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了下来 然而万德一整天都待在教务室 书员每次下课都不敢进去 恰好看到保险老师路过 他拜托对方帮自己 将书本放在课桌上 然而书员的美男 记在宝谦这里毫无作用 他只能放出大招 请宝谦吃真正的知识 猪骨粒软糖蛋糕 才成功让对方答应 而宝谦看出对方的心思 故意将万德放了出去吓唬书员 书员正脑袋一片空白时 海娜再次出现将狗狗招呼走了 书员转身看向身后的海娜 此时的她宛如一位女战士 下午时海娜接到假情报说 万德已经回了家 她路过书员教室时 故意放大音量将这个重要情报告诉她 书员这才放心走进了教务室 可她正吃着饼干屁杆学生作业时 听到食物声的万德突然转过头 快速跑向了书员 书员正工作时突然电脑飞停 她正附身蹲下检查设备时 正巧跟万德四目相对 等财牙老师返回教务室时 恰好看到书员被吓得跳上桌子的场面 此时海娜再次出现 一把将狗抱进怀里 还提醒书员座位上方的喷水器坏掉 书员顺势装作在修喷水器 才没有暴露自己的秘密 经历过三次的救命之恩 书员对海娜充满了感激之情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海娜的那天 她清纯的模样 就深深刻在了自己心里 每次在学校遇到海娜 她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偷看 可海娜眼里只有宝钳 这又让书员无比的嫉妒 晚上在蛋糕店两人再次相遇 海娜将一个狗狗挂剑送给了书员 希望能够帮助她克服对狗的恐惧 书员内心乐开了花 在给宝钳送去蛋糕时 书员故意将挂剑摆在显眼的地方 宝钳白天在海娜手里看到过 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她没有点火 而是隔天一大早 来到一间隐蔽的地下室 里面的陈设很有年代感 宝钳竟只走到一个木盒面前 拿出里面的一条围巾 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位一位女子忌惮围巾 以及她在丛林中奔跑 差点被一根箭射中的画面 这边所有老师都收到了一张席品 海娜得知书员也会去参加同事的婚礼 在家里精心打扮了一番 书员见到穿着蛋黄长裙的她 瞬间就挪不开眼了 书员撇头看到跟过来的彩牙老师 立刻撑开手中的雨伞 挡住了她的视线 然而两人间不足一公分的距离 让彼此都小鹿乱撞 海娜眼见时机成熟 开始想各种办法跟书员接吻 尽快解除变成狗的诅咒 男老师想要约女老师开车 结果她既不是老司机还碰上雨天 紧张的同时连雨瓜都不会使用 好不容易学会使用雨瓜 她又耍帅地挽起了单手开车 结果大雨太大影响了她的视线 吓得女老师紧抓安全带 一天前 书员为了让海娜搭乘自己的汽车 谎称宝谦有睡懒觉的习惯 并且常常不遵守约定时间 这样很可能会出现到了婚礼现场 连结婚典礼都没看见 就立即返回的事情 同时书员已推为进地询问 海娜是否还要坚持搭乘宝谦的汽车 一回到家 书员便开始查看导航 因为她是新手 需要提前熟记路线 可惜小玉对她并不看好 但书员认为距离出发时间还早 于是开始观看新手上路教程 学习如何帅气十足的开车 防止和异性约会时被对方发现技术生疏 导致约会无法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 姐姐好奇海娜怎么选择搭书员的汽车 而不是妹妹心意的保签 海娜认为既然书员先邀请了自己 那就该旅行约定 很快到了参加婚礼那天 书员特意将自己打扮得十分帅气且喷上了香水 并且还在车上提前备好零食 紧接着信心满满地发动车子 但毕竟她才拿到驾照三个月 于是书员就这样几步一点头地出发去接海娜 怎料天公不作美 扑降大雨 书员变得有些紧张 好不容易调节好紧张情绪 结果车内气氛又有些尴尬 于是海娜提一听点音乐 怎料书员一打开车再音响 放出来竟然是昨晚搜索出来的开车泡妞叫成 书员慌张地刚关掉音响 谁知侄子小鱼又打来电话 这小子一听海娜老师也在车上 不帮舅舅缓解紧张情绪和打气 反而制造恐怖气氛 正巧这时书员走神 不仅偏离了原定路线 还神色变得慌张起来 吓得海娜也跟着变得神色慌张 并紧紧地握紧了安全带 就这样海娜在新司机的带领下 历境9981难 才堪堪到达目的地 下车后 为了快点赶到婚礼现场 海娜拉着书员的衣袖就跑 结果对方顺势牵上了她的手 这一刻让海娜有了一样的感觉 婚礼上 书员为新人献上一曲表达祝福 这一幕深深地吸引了海娜 她羡慕同事的美满婚姻 同时她也担心遭受诅咒的自己会有人喜欢吗 结束后 众老师本打算去海边游玩 结果财亚找到书员 谎称突然有急事 拜托她送自己去车站搭车 虽然书员心系海娜 但架不住财亚不断请求 只能选择帮忙 书不知两人离开的一幕正好被宋一看见 刚好宝谦又在寻找书员 宋一就将刚刚看见的告诉给了众人 与此同时 书员想要尽快把财亚送到车站 结果这人又谎称等车时间太久 被逼无奈 书员只好将她送回首尔 财亚一听 正高兴可以阻止书员和海娜两人 结果书员这个新司机又一次的走错路线 于是在紧张外加骚操作的前提下 将财亚下得三魂丢了两魂 另一边 宝谦和海娜两人漫步海滩 看着渐行渐远的海娜 小狗为了解除诅咒 爬上了男老师的小窝 看着对方的红唇 她的心跳不由的加快 数天前 海娜自暴自弃地认为解除诅咒无望 而姐姐觉得可以找学生小玉帮忙 因为小玉是书员的侄子 并且两人还住在一起 只要她愿意帮变成小狗的海娜 溜进书员的房间 就能趁着对方熟睡之际偷偷地亲吻下去 这样就能堂堂正正地破解变狗的诅咒 然而海娜不知该如何开口 哪怕小玉已经知道她变狗的秘密 但却不知变狗的起因 总不能告诉小玉 身为扳倒的自己 居然在喝醉后亲了她的舅舅 才引发了体内的诅咒 可姐姐认为丢脸一时总比一时变成狗来的强 毕竟留给海娜破除诅咒的时间只有几十天了 不然就会像两姐妹的舅舅一样 一世为狗无法还原 第二天佑娜和雨泽主动找到小玉 因为对方已经知道他们家族诅咒的事情 所以佑娜想要了解对方是否可靠 结果小玉好奇心太重 小玉误以为变狗的条件是满月 雨泽见此急忙拉住佑娜 拜托她不要四处宣传 然而小玉始终好奇诅咒的佑娜 于是夸赞佑娜是个美女 更是觉得她变成小狗的话 肯定更加可爱 佑娜享受赞美的同时又感觉不对 气得佑娜不想再告诉她太多信息 到了学校 海娜也找到小玉 告诉她诅咒的触发条件是亲亲 并且触发人是疏远老师 这可把小玉气坏了 她认为舅舅和海娜老师两人 既然在拍拖干嘛还欺骗自己 海娜只得解释当时喝的太多 导致发生了意外 两人也并不是小玉认为的男女朋友关系 同时告诉小玉 自己想要解开变成小狗的诅咒 就要以小狗的形态再次和书员亲亲 所以希望小玉能让自己 趁着书员睡着时进入她的房间 本以为对方不愿帮忙 结果小玉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不过她很好奇 诅咒解开后以后 还会不会再次变成小狗 原来这个诅咒只要和别人拍拖亲亲 就必须再次经历这个难关 小玉一听便想着撮合海娜和舅舅 可海娜毫无自信 觉得没人会喜欢自己 毕竟人能变成小狗 感觉会很奇怪 然而小玉却觉得老师 无论是哪种形态都很可爱 当晚 诱娜便带着变成小狗的妹妹 来到了小玉家门前 同时语泽也带上了 恢复人生需要的各种衣物 紧接着小玉带着几人来到 舅舅房间 并将海娜放在了书员床上 然后几人便退了出去 海娜看着眼前熟睡的书员 明白是诅咒拉近了两人的关系 并且误以为是诅咒的原因 才让自己总是不经意地 会想念书员并开始对她心动 同时海娜又担心 这份激动的情感 会不会随着诅咒的解开 而回到最初状态 随着海娜的一吻落下 于是又再试了一次 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这时 天生怕狗的书员突然惊醒 凄厉的叫声 惊动了客厅的几人 小玉率先冲进房间 一把将舅舅制服 给海娜争取了更多的开溜时间 同时开始忽悠舅舅 告诉她家里怎么可能有狗 而她所谓的看见了小狗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做了噩梦 与此同时 逃出来的又那抚摸着妹妹的脑袋 无论小狗怎么可爱 在天生怕狗的人眼里都是 即使女友帮忙克服这份恐惧 在面对如此可爱的小狗时 她的眼睛也不敢之事 原来一大早海娜就来到姐姐房间 询问为什么偷亲了书员后 还是没有立刻变回人生 难道是没有瞄准 海娜忽然灵机一动 然而凌晨一到 海娜还是变成了小狗 次日 姐姐打算询问妈妈 可海娜坚决反对 因为姐姐曾经和男友亲亲 都被妈妈骂的狗血淋头 更不用说自己是醉酒后 亲了书员才导致诅咒的激活 可现在又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旁敲侧击地跟妈妈打听一下 海娜担心的同时 又希望姐姐能顺便问问妈妈 遭受诅咒变成狗时 有没有副作用 原来在她变成狗后 看着书员会莫名的心跳加速 海娜猜测 没隔多久 姐姐就打听到诅咒解除的失败原因 一定要在对方清醒室 轻轻才能解除 原来妈妈查了祖先们的记录 曾经的武士祖婆婆 也曾亲吻了熟睡的人 结果毫无反应 也就是说 没有意识的亲吻等于无效 这可气坏了海娜 直言是谁下的诅咒竟然这么详细 让他们无法在对方睡着 或者昏倒又或者死掉的时候 打破诅咒 然而让海娜更害怕的是 妈妈似乎有所察觉 虽然姐姐极力否认海娜没有遭受诅咒 但搞不好妈妈最近会跑来视察 并且妈妈还提醒这个诅咒 用小伎俩是无法解开的 就在这时 雨泽认为干脆坦诚地告诉书员 让她帮忙不就行了 姐姐立马否决 认为诅咒的事情不能随便宣扬 因为她曾遭到诅咒 还坦诚地告诉了男友 然后那人明明承诺了帮忙解除诅咒 结果不仅找不到人 还偷偷地在家里安装了录影设备 而这还是她求爷爷告奶奶才得到的承诺 气得她当时差点屁了那人 最终还是用自己全部身家差换来了机会 因此姐姐叮嘱海娜 绝对不要相信任何人 如今想要解决这个诅咒 只能先帮书员克服对狗的恐惧 可海娜担心 书员得知她要帮她克服恐惧 两人的关系就会渐行渐远 这是雨泽提醒海娜 学校的毕业旅行快要到了 如果不快点解开诅咒 搞不好会被全校失声发现 于是海娜找到书员 直接提出帮她克服狗的恐惧症 本以为书员不会答应 结果她不仅答应 还好奇海娜会用什么方法 于是两人约定考试结束后在校外进行 可到了晚上 书员就开始自我脑补 欲想海娜带着自己被群狗围堵 吓得她当场想要放弃 不过最终书员还是遵守了约定 只是在克服的时候 她虽然面朝小狗 但她的眼睛却不敢直视前方 而一旁的海娜误以为 她有了小小的进步 很快他们路遇小狗 海娜表现得极为亲切 书员还是一样微微懦懦 而后的书员始终认为 海娜无奈只能带着书员来到草坪 在她看来这里没什么狗 并且认为自己有点操之过急 就在这时 书员的表情突然凝固 她看见一条恶犬挣脱束缚 静止地向她冲来 那种感觉就像儿时遇见的那种情况一样 而海娜也注意到了她的表情 学校刚获得没有霸凌的优秀学校 校园里就出现欺凌事件 即便被老师当场发现 学校也会为了所谓的荣耀 将事件冷处理而不了了之 原来书员一回到家 就想点海拉发去简讯表示胆谢 然而此时已经过了凌晨12点 海娜也已变成了小狗 她想要看简讯 可姐姐却抢先一步 雨泽立即抢了过去 嘴上说着乱看别人的手机 违反通信私密保护法 身体的反应却很诚实 原来是宝谦发来一张小狗的照片 姐姐误以为海娜变狗的事情 被宝谦发现 急得海娜一阵狂吠 见姐姐还在自顾自说 只能胡乱地暗想宠物交流起 这是雨泽才发现后续的信息 原来只是一场误会 姐姐好奇为什么挑这个时候才发简讯 雨泽猜测可能是海娜为了解开诅咒 最近成天和书员形影不离 导致宝谦有种自己的好白菜 被别人拱了的感觉 姐姐一听也认为 妹妹这种出其不意又发度意的策略不错 第二天 学校如愿地获得没有欺凌的优秀学校 甚至还拿下了教育部主办的影像大会大奖 副校长洋洋自得地认为 自她上任以来 别说欺凌 就连妻子都没出现 与此同时 训导主任前一秒还在指责学生谋装厌抹 下一秒就对着校园童馨在西另眼相待 不仅不责备其化妆 还一起拍照留意 镜头一转 海娜也碰见这群校园童馨 清楚学校能获得没有欺凌的荣耀 有他们宣传的功劳 因此对他们印象不错 同时海娜想知道在西等人接下来的宣传方案 童馨们计划了老师们的理想型对象 不过准备先从男老师入手 因此向海娜打听书园和保签的位置 很快几人来到校园门口 希望两位老师能够支持他们的社团活动 两人虽然答应下来 不过书园却发现了一点端倪 很快到了晚上 海娜特意观看了这期的活动 结果看到校园评估的书园理想型的最美老师竟是彩雅 气得她扔掉手机 话悲痛为食欲 另一边 书园向大侄子打听一个叫志园的学生 小玉随口地爆出了她的班级 不过她更好奇 舅舅为什么会选择财雅老师 但书园好似并不明白小玉在讲什么 直到看见视频才如梦出现 第二天 财雅成了校园里的新宠 一众学生都开始对她表示庆贺 而海娜只能失落地在远处观望 以至于定海报时对书园一肚子怨气 海娜这一副身归怨妇的表情 惹得书园暗自高兴 镜头再次一转 书园意外听见奇怪的声音 原来是影像制作社内发生了欺凌事件 表面看似光鲜亮丽的在西等人 拍着视频 欺凌着同社的志园 书园文声静止地走了进去 她很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带头的在西却说是在练习演技 可书园明显不幸 想要看他们的成片 再细谎称只是彩排 并且假意地跑去关心志园 而志园面对书园的询问 书园总感觉事情蹊跷 于是找到采雅 希望她去确认一下 然而得来的结果确实一样 不过书园还是担心志园 是因为害怕遭到报复 打算亲自去谈 结果被副校长打断 这人认为书园手伸得太长 不懂业务分配 书园气愤地离开后 宝谦找到她 希望她别那么过激 凡事得有个先后顺序 至少要明确证据才能解决 放学时 海纳发现在西几人正在等人 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图 于是提前和书园找到 躲起来且无助的志愿 这时她才道出实情 原来就因为她的演技强过在西 这些人就开始对她肆意地欺凌 以便讨好在西 而拍下她被欺凌的视频 是为了防止东窗事发时 可以假借拍摄宣传片的名义 并且这些人还故意在结尾加上在西对她伸出援手的一幕 让人讽刺的是 这种虚假的宣传进上了学校的会议 副校长更是认为在西才是遭受委屈的学生 但海纳道出在西的手上有着欺凌事件的原片 这时有人提议召开校园欺凌委员会 没想副校长直接驳回 认为被害者应该直接退学 或者将两人分开就有好转 在书员看来 加害者毫无回忆 只会让被害者饱受折磨 可副校长却认为 这点折磨赶不上社会上的程度 书员不明白如此恶劣的事件 怎么会说得如此轻松 而在副校长眼里 学校刚评选上优秀校园 如果一旦出现污点 那么要想恢复 所花费的时间将会很漫长 女老师为了取得少女拍摄的欺凌证据 不惜以生化狗等待时机 趁着少女自拍 猛地一下窜出 叼起手机就跑 其实校园欺凌一直以来都是敏感问题 不然志员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到处的事情 怎么会弄巧成拙 而要想公平公正 只能找到证据 但书员自认为无法做到这点 因为在看到志员被欺凌的一幕时 让他想起小时候的自己 原来书员在学生时代 就是因为有人看他不爽 就遭到同学们拦路堵截 还嘲笑他怕狗的模样丢人 然而这还算没完 这群人将他带到昏暗角落 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而从欺凌开始就有无数的目击者 但他们却碍于不良声的威胁而选择转身沉默 更有甚者还牵来了恶绝 从那时候开始书员只要觉得无法承受痛苦 感觉到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就努力表现的若无其事 但这并不代表着真的没事 海娜这才明白书员为什么会有过激的反应 不过她希望书员不要压抑情绪 想哭的时候放声大哭 自己的怀抱可以为她而开 当晚 海娜无论是为了学生还是书员又或是人性 选择挺身而出 这才有了开头一幕 而一拿到七零视频元档海娜就交给了副校长 与此同时 书员找到在西 希望她无论校园七零委员会结果如何 都能回顾一下所作所为 并真心反省和真心地向志员道歉 然而这人始终认为自己是公众人物 也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没过多久学校就召开了校园七零委员会 直到这时 副校长都始终认为多此一举 另一边 在西还想奋力一搏 于是联系了她的妈妈 然而没聊几句 对方就挂掉了电话 气得她当场发飙 在西始终认为是志员的被害意识 才让书员不安分教书 反而将事情一步步闹大 但她又不愿坐以待毙 怎料平时对她毕恭毕敬的小弟小妹们 这是为了自保 不过很快 在西又想到一个 能让书员身败名裂的办法 殊不知他们的计划 正巧被路过的海纳听见 女学生为了让男老师身败名裂 不惜安排跟班设下陷阱 而她自己则主动投怀送保 数小时前 在西等人刚拿定主意 就联系了书员 希望能单独见上一面 怎料在西第二天将停学自我反省为由 骗取了书员的信任 殊不知海纳已经清楚了他们的部分计划 只是还没确定位置 于是来到姐姐的宠物医院 准备好各种道具 让姐姐在自己变成狗的时候给自己带上 很快就有一只身披战甲 肩扛战车的四驱小狗 出现在跟班附近 但在西却不在其中 好在她给跟班们打来了电话 海纳担心太远监控记录的不太清楚 便悄悄地推动战车前行 在听见在西等人约定的地点在汉江植物园后 海纳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 再次贸然前行 结果这次直接撞了上去 被撞的女生好奇地打开箱子 结果被吓了一跳 海纳见身份暴露 转身拔腿就跑 很快她就回到了姐姐身边 佑娜取下了海纳头上的帽子 连接上电脑 这才明白他们的最终目的 原来在西江书园引诱到植物园后 这几人负责偷拍 而在西则寻找时机 佑娜一听 立即通知书园 结果却是无人接听 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联系了小玉 却发现书园已经出发 小玉便和海纳等人会合 很快几人到了植物园 虽然发现了书园的汽车 却未见其人 而植物园地方又大 最后只能再次给海纳戴上帽子 充当行走的监控 而且变成小狗的海纳嗅觉异常的灵敏 与此同时 在西好奇跟班们所遇见的小狗 在西表示就是那只小狗抢的她的手机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动静 几人纷纷各就各位 书园就这样进入几人布置的陷阱 就在在西哭诉着扑进书园怀里时 海纳及时赶到了现场 海纳立刻发出声响制造动静 随即几人的位置就暴露了出来 他们见事情败露拔腿就跑 不过却在门口被小玉拦下 与此同时 在西一路狂追抢她手机的小狗 不过都被海纳巧妙地躲了过去 可惜她躲藏得再好 还是被姐姐和雨泽发现 另一边 在西一路寻到一栋再见鸟院 殊不知鸟院顶上正站着一人 发现是宝谦老师 在西起初毫不在意 直到宝谦掏出棍棒 准备对她施加体罚 在西才开始慌张起来 其实做了这么多 宝谦是想让她明白 被人肆意欺凌是什么感受 与此同时 小玉将在西几人的目的 告诉给了舅舅 至于从何得知的消息 她随意编了个借口糊弄了过去 第二天 随着没有欺凌的学校称号被摘除 主犯在西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从犯则被重新发落 执行校园服务 不过明显几人有点不服 还想寻找关系开拓惩罚 结果被一旁的采雅听见 另外志源解开了心结 人也变得逐渐开朗起来 镜头一转 采雅邀请书员共进晚餐 不过书员的眼里只有海纳 采雅无奈只能一同邀请 因为下周开始 学校将举行学生们的毕业旅行 听到这里 海纳被吓得亡魂大冒 立刻找到小玉请求帮忙 当晚小玉就将变成小狗的海纳带进了家中 说好的凌晨三点将书员叫醒 再趁她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海纳直接上嘴就亲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结果一人一狗早已睡着 等他们醒来已是早上 海纳只能穿着小玉的衣服偷偷出门 眼看着要到门口 怎料书员突然出现在身后 小狗拍了拍小火 结果毫无反应 海纳只能独自选择正面行动 怎料她一出来就发现书员还没休息 海纳担心的同时又想起之前的客服训练 自认为问题不大 结果只是一点动静 书员就精坐起来 海纳打定主意 先卖萌半可爱表现一波 好让书员放松穴背 自己才能出其不意 虽然对书员作用不大 不过她突然想起 海纳曾说 全靠小狗才揭露了在西等人 损坏她名誉的计划 因此书员打算尝试着亲近一下 原来早上海纳刚从小玉的房间溜出来 才走到门口 就被书员发现 好在此时的书员睡意朦胧 这才让她逃过一劫 不过海纳前脚刚走 小玉后脚就跟了出来 不出意外的是又被书员看见 小玉想逃离现场 没隔多久 海纳收到简讯 书员为表达感谢 刻意邀她共进午餐 不过海纳并没心思用餐 只想打听书员几时就起 书员直言11点左右 但有时也会因为被课而拖到大半夜才睡 海纳立刻开口解释 为了身体健康着想最好还是早睡早起 并且还要做好房间的空气流通 说白了就是担心书员休息的时候会反锁房门 不过近期她会反锁房门 因为大侄子最近都会带狗回家 然而海纳却觉得小狗又不会开门 反锁房门就会显得有点夸张 海纳剑机会难得 趁机给她灌输了挽救她名声的那只小狗的功劳 并希望书员能尝试性地跟她接触变得亲近一点 今天学校转来一个重读生 据说她拥有神力 号称史上最强通灵者 只要志亚翻看塔罗牌 就能看到一个人的前世今生 也能感受到不同意识体的善与恶 并能准确地为解惑者提供良策 不过由于她还是学生 所以对钱没有什么贪念 因此她的挂金都是一些零食 就在志亚收纳零食的时候 小玉毫不客气地拿了一个 志亚看着小玉 提醒她小心一点 因为她似乎看到小玉近期会去一个奇怪的地方居膝跪坐 同时希望小玉对于某些事情不要太过投入 也不要总跟一直有苦衷的小狗继续纠 另一边 书员偶遇一个学生 调侃可可睡觉的时候呼噜声很大 因为书员误以为帮她的小狗是这个学生的 实际上这人养的小狗是电子狗 而帮她的却是变身后的海娜 与此同时 海娜再次找到小玉 希望她能靠谱一点 尴尬之余 海娜希望能抓紧最后的一次机会 因为明天就是毕业旅行了 只是让海娜没想到的是 小玉依旧不太靠谱 不过好在海娜机制 很快打消了书员的顾虑 就在她即将触碰到海娜时 突然传来开门的声音 仔细一看 竟是保谦老师 原来她为了方便明早的集合 特意跑来借宿一宿 没隔多久 雨则见海娜还没出来 猜测计划可能又一次失败 而小玉的电话又无人接听 于是姐姐便悄悄地打开了房门 就在她小心翼翼地抱着海娜往出走时 又那只能谎称是狗主人的姐姐 因为一会儿要赶着上班 才会这个时间来抱小狗回家 就在又那转身离开的时候 很快 又那就带着妹妹离开了这里 殊不知保谦正站在楼顶注视着一切 女老师带着学生参加毕业旅行 男学生却为她准备了奇怪道具 甚至还有狗狗尿电 原来由于解除诅咒的机会 被保谦无意间破坏 姐姐只能叮嘱海娜打起12分精神 防止被人发现家族变狗的秘密 很快到了毕业旅行的住宿地点 相对于学生们和老师们的兴奋与激动 海娜却显得尤为特殊 她特意支开闺蜜送医 悄悄询问酒店前台 结果让她大失所望 这时 小玉拖着大包小包找到了她 原来她早就想到了这种情况 提前为海娜老师准备了小狗的生活用品 而且这也是她早就有的养狗心愿 只是因为舅舅怕狗才不得不放弃 现在也算是将功补过 说完小玉便逃也试地离开了 而在游玩的时候 宝千之牙两个有着特殊能力的人 就算插肩而过也没认出对方的身份 很快到了晚上 海娜不敢宽衣睡觉 一直熬到采雅和宋衣睡着 才敢小心翼翼地往外走 怎料采雅突然醒来 她好奇海娜在做什么 海娜谎称刚从卫生间回来 然后又生无可恋地走回床边躺了下去 而此时的采雅却在休整着睫毛 她只能心急地看着时间 采雅突然转头 吓得海娜只能睁眼妆睡 画面一转 采雅来到走廊 原来学校为了学生们的安全 刻意安排了两名老师轮班职业 这时 书员发现一道身影一闪而过 于是立马追了出去 此时的海娜是心急如焚 眼看着变狗的时间越发接近 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 这才让跟在身后的书员没有发现 她变成小狗的一幕 第二天 恢复成人的海娜一身狼狈地爬出狗窝 然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 可惜没躺多久 又要继续出发 而在车上打盹的时候 海娜后排的胖学生刚喂完她的小狗 就询问小玉 小玉无语地看向老师 海娜急忙摆手否认 镜头一转 来到了目的地 海娜一如既往地坐在一边打躲 书员见阳光刺眼 贴心地走过去为她遮挡 这时宋一叫醒了海娜 见她像个病机似的无精打采 于是提议一起划百度传 当他们来到河边 书员原本想和海娜一组 结果却被宋一阻拦 因为她知道海娜一直心意宝迁 不过让她奇怪的是 海娜最近的注意力进步在宝迁身上 让宋一一度以为她已经有了放弃的心思 不过海娜突然更换了夜班时间 让她以为是为了和宝迁成为搭档 只是这些言论 一度地刺激了书员的神经 突然 海娜被一只毛毛虫吓得惊慌失措 宝迁立刻起身抓住她防止掉入河中 而这一幕正巧被岸上的学生们看见 对于他们的起哄 书员却是粗意大发 猛地站起 似要宣示属于她的白菜 到了晚上 海娜再次拜托彩雅 想让她第二天继续帮自己凌晨值班 可无论海娜怎么利诱 彩雅都不愿和部长共同值班 也许是想要和我一起搭档 对吗 那样子 是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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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说一 书员的这波操作 还真是小男孩的表现 另一边 志亚抽出一张牌 发现是燕子 意味着喜客临门诱惑时再会 转眼又抽出一张白鹿 可鹿却看向另一边 意味着见了面却不相识 这时 门铃响起 原来是海娜正在查房 她好奇另外三位学生怎么这么早睡 结果志亚却答非所问 海娜担心秘密暴露 随意的打发了几句就要出门 却看见门口的鞋子 这才意识到窝室里的学生肯定不在 结果一看 三个学生早已擅自溜出了宾馆 海娜立刻联系这几个学生 可对方却直接挂掉了电话 无奈只能坐车出门寻找 正巧这一幕被书员看见 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了夜市 结果这里人山人海场地又大 外加几个学生又故意躲藏 以至于两人一直未能找到 让人更绝望的是 书员发现时间已经接近凌晨 海娜一听 想要支开书员 结果对方想要和她一起行动 海娜只好谎称吃坏了肚子 要找个厕所蹲上一蹲 与此同时 小鱼带着临时来找海娜 却发现狗窝空无一狗 不过在她返回的时候意外 听见海娜去了夜市 另一边 书员找到了几个擅自行动的学生 不过海娜又失去了联系 于是拜托另一位老师 将这几人送回宿舍 而她则继续找寻海娜 很快书员就碰到一只小狗 这是一双大手将海娜抱了起来 可书员并不清楚她是海娜 更误以为是长得像可可的小狗 很快海娜就被老妇拴住 而老妇则开始准备了葱姜蒜 然后起锅烧水 小狗刚被老太抓住 她就开始起锅烧水 倒入各种香料 再来一点料酒准备除芯 抹好菜刀 老太来到小狗跟前 原来老太只是想要一截大葱准备晚餐 不过海娜并不清楚 她只是一味的想要逃跑 于是趁着老太不注意 咬断了绳索 把腿逃出了这里 而老太紧随气厚的追了出来 然而海娜才跑出去没多久 就一不小心掉到了桥下 好巧不巧的是 书员正好从上面跑了过去 没隔多久 小狗提着海娜的衣服来到了桥上 原来她发现海娜没在狗窝后 意外听见海娜老师去了夜市 出于担心 她也来到夜市 没隔多久 她就发现了海娜留下的衣服 随后小狱拿出狗哨 凭着感觉一路来到了这里 好在她吹响的狗哨声 引起海娜的注意 可惜桥机太高 小狱又无法下去 只能利用老师的衣服打成绳结 然后再扔下去 可即便这样也没能将海娜拉上来 最后只能先将衣服扔给老师 再想其他办法 转眼海娜恢复了人形 她焦急的大声呼救 并扔了一只鞋 以便引起路人的注意 海娜也曾尝试攀爬 结果不仅够不着路面 还划伤了脚 这时书员再次回到了这里 一眼就看见了桥上的鞋子 这才注意到桥下的海娜 很快海娜就被拉了上来 心中压着的大石也随之落下 海娜虽有点小伤 但还是值得庆幸 没隔一会书员就背着海娜往回走 这一幕正巧被赶回来的小鱼看见 回去路上 海娜意外看见一则寻狗启事 这才明白昨晚误会了老太 转念一想 海娜提议由于两人耽误了一晚 就应该请替他们值班的送医大吃一顿 然而书员却对她想换去和宝谦值班的是有点失味 海娜很想告诉书员凌晨不能值班的真正原因 但却不知如何开口 不过她能肯定地告诉书员 很快他们就回到了住宿附近 刚好又被宝谦看见 这是宝谦私有感应 转头望去 可智雅却不认识她 回到宿舍 擅自离队的学生主动承认了错误 不过应有的处罚还是难免不了 但他们希望老师能帮忙去小吃摊找回钱包 就在海娜书员准备出发时 却看见了老太丢失的小狗 于是海娜赶紧给她送了回去 而在找回钱包后 书员想起小玉抱怨没有帽子 正巧海娜很想感谢小玉对她的帮助 便提议由她负责 然而就在两人享受购物的乐趣时 殊不知一个肮脏的赌徒已经盯上了海娜 原来这人曾是佑娜的男友 并且深知他们家族诅咒的秘密 女人一把薅起男孩的领带 原来毕业旅行后 书员就明白海娜已经不再喜欢保签了 于是想要告诉她自己的心意 结果被采咬无情地打断 而海娜也在潜移默化下慢慢喜欢上了书员 可她总有所担心 只能对着舅舅吐露心声 因为舅舅就是因为喜欢且又害怕 结果害苦了自己 导致超市没能解除诅咒 现在海娜也面临这种选择 她很想守住对书员的心意 可要解除诅咒 就要对书员开口坦白 海娜很害怕两人好不容易才拉近的距离 会因此渐行渐远 舅舅不想她重蹈自己的覆辙 希望她能勇敢面对 因此海娜决定在30分钟内告诉书员实情 然后让她亲眼目睹自己变身的样子 当她来到书员家楼下 正准备给她打电话 就看见一人喊住夜跑回来的书员 这人名叫小恒 是个品行恶劣的网络主播 经常挖掘偷拍隐私以谋取暴力 而她也是无意看见了佑娜前男友长秀发布的文章 起初小恒觉得人能变成小狗屎胡说八道 可当她看了新闻上的照片后 发觉男主竟是曾被她肆意欺凌的书员 因此对这则新闻中的女主海娜有了兴趣 于是联系了长秀 不过书员知道这人的品性 并不愿与她有太多交集 但很快她就发现小恒偷拍的手段 书员将偷拍设备夺去后 一脚将她踩碎 并警告小恒不要制作一些质量恶劣的烂片来打扰自己 毕竟大家都不再是小孩 结果这人依旧不知分寸 非要以狗费声唤起曾经的不愉快经历 紧接着又拿出手机上的新闻 对着书员一阵挑衅 可书员并不吃她这套 与此同时 一旁的海娜发现时间马上就要到凌晨了 急得只能躲进一旁的小巷 结果正巧被离开的小恒看见 这人本着不道德的职业素养 立刻跟着追了进去 结果只发现一地的衣服 以及逃离的小狗 与此同时 书员担心海娜 就给她打去了电话 可海娜已经变成小狗 只能忘记心探 第二天 海娜和姐姐回到小巷 想要找回衣服 结果一无所获 就在这时 佑娜接到简讯 原来上次海娜没能解出诅咒 她就向老妈咨询了原因 结果引起了怀疑 现在老妈已经在家等着她俩 一回到家 老妈就猜到两人一大早出门的原因 姐妹俩极力否认 结果老妈也不管是谁遭了诅 很快就来到11点57分 姐姐悄悄地查看了老妈 见其已经睡着 比了一个OK 海娜就小心翼翼地缓缓迈步走去 海娜想卧室 突然老妈定的闹钟响起 海娜见识不妙 快步地走向房间 结果被老妈一把拽了回来 张口就问拨她的人是谁 又是什么时候 那个男友到底在哪 海娜哪敢回话 直接强行闯关 怎料老妈先任一步 直接将她抱住 但老妈并不愿就此放弃 直接转头又让姐姐 将海娜的男友带来见她 是要将事情问得水落石出 被发现秘密的海娜 只能对着门哀声叹气 第二天 老妈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海娜有点害怕 她不清楚 这是自己的初吻庆祝派对 还是她的祭祀早餐 不过姐姐让她放心 一切她都安排好了 结果海娜发现小玉 穿着不着调的西装 站在门口 听到这里 海娜赶紧让小玉快走 谁知姐姐大喊大叫的 拽着人就往屋里拖 只留下一脸呆滞的海娜 好在老妈对小玉还算满意 但海娜担心露线 毕竟小玉还未成年 其实老妈让海娜叫来男友 主要是因为担心 毕竟她家的孩子 是与众不同 虽然她明白感情好的时候 能包容一切 可一旦出现裂痕 导致分手 她的女儿要担心的问题 就不止一个 并且不光担心 还会害怕 毕竟他们家族的秘密 如果被曝光出去 就很难会有下一段的感情 而且男女之间的关系 本就复杂难解 因此即便有人毫不介意 老妈也无法马上敞开心扉 接受对方 不过小玉真心地认为 人变成小狗虽然神奇 但她并不觉得奇怪 反而希望海娜不要因此退缩 更不能有 而且小玉认为海娜个性温暖 有趣且可爱 是值得被疼爱的 结果她的一番言论 让老妈误以为两人真的相爱 这时书员打来电话 小玉就躲进房间去接 怎料电话刚一接完 就发生开头一幕 老妈为了让海娜尽早解除诅咒 直接让小玉留宿在海娜房间 并且亲自守在了门口 只等小玉洋入虎口 怎样才算撒狗粮的最高境界 就是带着女友并携带上大侄子 让她全程参与一切活动 并且一同拍摄人生相片 这样才能让她体会到孤独 感到生无可恋 原来今天是书员的生日 姐姐给她送来祝福 并约定下个月的假期将会回来看她 同时询问了小玉近期的状况 于是书员联系了小玉 殊不知小玉正被那妈堵门 是要她今天留下过夜 以解除海娜身上的诅咒 海娜吓得抱着老妈大谈不妥 海娜只好告诉老妈实情 得知情况后 老妈一个劲地感到道歉 并自责没把女儿交好 镜头一转 等了许久的书员转身 就看见一夕白衣宛若雪中精灵的海娜 美得让她心醉 然而看向一旁的小玉 这嫌弃的表情和看向海娜的样子 简直是判若两人 不过书员好奇海娜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小玉从海内家出来后 就觉得今天很开心 但海娜却觉得今天姐姐给她摆得乌龙有点丢脸 不过对于海娜想要送她回家 小玉却认为自己不是小孩 而且今天的时间也很充足 说到这里小玉突然想起 今天是舅舅的生日 并且说好了要在外面吃饭庆祝 不过海娜转念又认为书员的家族聚餐 自己参加似乎有点不太懂 可小玉并不这样认为 她觉得今天的日子正好是和老师寻求舅舅帮忙解除诅咒 听到这 海娜便故意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几人很快到了餐厅 小玉感谢海娜老师能来陪舅舅过生日的同时 不忘调侃一番 说起生日 海娜自然不会忘记礼物 虽然只是路上临时买的 不过在书员的眼里 只要海娜能来无论送她什么都会喜欢 因为从她许愿的时候就能看出 书员的眼里只有海娜 而这时她的笑容才充满了幸福 紧接着书员海娜开始了掠狗模式 书员精湛的投篮技巧 引得海娜一阵欢呼 而到了小玉 无论实力多么出彩 却只有她一人独自狂欢 而书员海娜两人早已在冰球桌上玩得不亦论乎 甚至是小玉提议拍摄的人生相片 书员两人看着照片是笑得合不拢嘴 反观小玉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其因就是照片上面的书员海娜 丝毫不顾她的感受 在后面坦然地撒着狗粮 而她还傻兮兮地比个耶 然而这还不算 更气人的是在一家餐厅面前 虽然书员海娜两人满意 但考虑到餐厅的主题不太适合小玉进去 两人嘴上说着考虑小玉的感受换到餐厅 与此同时 海娜丢失的衣物及包包到了小恒的手里 这人从教职员工作证上发现海娜和书员竟是同校老师 于是查找了她在校园网上留下的资料 并且根据资料找到了那把上传到网络上的家庭照片 虽然里面没什么人变狗的秘密 但不妨碍小恒在网络上胡编乱造 而此时还不知情的海娜正和书员过着二人世界 起初两人还有点拘谨 不过随着二两烧酒下毒 书员开始向海娜表达她的心意 只是酝酿了半天就只憋出 书员再次喝了一杯烧酒壮大 然而才说两字 就被海娜打断 海娜总感觉有些紧张 便借着尿顿来到了卫生间 在这里她准备排练一番 毕竟海娜已经猜到了书员想说什么 只是希望她听了自己的坦白后别太惊讶 然后再让她做出决定 不过海娜通过排练发现无论是 开始心生胆怯 于是倒了满满一杯烧酒 老夫递给渣男一笔不菲的资金 并且不顾周围诧异的目光 原来书员见海娜一直吞吞吐吐又欲言又止的样子 以为她不方便告诉自己 就让她别再勉强 以至于两人都没捅破最后那层窗户纸 第二天 芝雅日常地进行朝拜 她的意识看见了学校里封城的地下库房 还有库房内的各朝各代的古老物件 以及数百年前一个与她相似的女人 并且芝雅还看见库房里有一个特殊的箱子 里面存放的微薄正是女人身上那条 与此同时 宝谦也在库房的一侧发现了一幅画像 没隔多久 芝雅就来到库房门前 可惜门上有锁套无法进去 小玉想知道她想干嘛 芝雅指导是里面的一样东西让她感受到了气息 同时她想知道小玉能否打开这道门锁 大宝 小玉尝试性地拉了拉 就想起了宝谦老师 殊不知她就站在两人身后 被吓了一跳后 芝雅若无其事地挽着小玉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 书员一回到家就观看了小恒的录播视频 从里面找到了她家的位置 转眼书员就来到了这里 凭借视频里的线索 她又来到一条小巷 在这里看见了无处不在的欺凌行为 只是这次书员并没有多管闲事 而是直接来到一个门面 她一出来就认出了来人 并且以为自己遭到书员的跟踪 不然怎么会找到她的住处 小恒以为她想要进去和她聊些什么 结果书员只希望她别出现在学校打扰海娜 原来小恒曾出现在学校 并向学生们打听海娜的联系方式 而这几个女生刚好又是海娜所带班级的 小恒遍地上明天谎称是来取材的记者 想要寻找一些有关经济或社会问题的题材 好在副校长及时出现 她让孩子们早点回家 并且不要和陌生人讲话 这一幕正巧被远处的书员看见 反观小恒两人 在副校长的质疑声中拔腿就跑 而书员则急忙询问这几个女生 小恒在打听什么 这时才知道她盯上了海娜 好在几个女生将明片又递给了书员 书员将小恒按在墙上 警告她不管有什么目的 若是继续出现在自己眼前就将她打出墙来 然而书员不知 小恒早就监视了海娜一家 早在白天的时候 小恒就去了那把的炸鸡店 开着偷盘设备打听她的女儿 那把也没什么心眼 直接拿出手机就准备给她看自家女儿有多漂亮 好在那妈及时出现没收了手机 小恒见计划败露 只好谎称女儿肯定和妈妈一样漂亮所以才看 一出炸鸡店 小恒就恼怒计划赶不上电话 不过随即她又偷偷地躲在店门外 还真让她听到一些消息 那就是海娜的舅舅在佑娜的宠物医院 并且牙扣不好 需要将较硬的食物泡水后混在饲料里才能咬动 于是小恒立即联系了她的朋友 让她伪装成爱狗人士带着小狗进入宠物医院 然后借着给狗看病 将里面的雨则引开 最后趁着四下无人偷偷地在角落里安放偷开设备 刚好当天晚上几人就在监控下谈论海娜的问题 因为距离90天的期限只剩下10天了 而海娜又不愿意继续麻烦小玉 只能选择相对困难的办法如实地告诉书园 可姐姐担心书园不值得信任 害怕妹妹遭遇自己曾遭遇的事情 原来在她遭受诅咒的时候 长袖嘴上答应帮忙 实际上想将她骗去酒店房间 而长袖则提前在房间内安放了偷拍设备 好在佑娜发现及时 为此那妈花费了所有的养老金 才让这人心不甘情不愿地亲吻了小狗状态下的佑娜 不过海娜想起书园平时的为人 坚定地选择相信 殊不知他们交谈的内容全被小恒听在了耳里 这人听完之后 立即联系了长袖 开门见山的要求购买偷拍视频 很快她就以三百万的代价 取得了佑娜变狗的视频 而小恒花费巨资爆料海娜一家的原因 除了她与书园有关外 与此同时 书园正准备与海娜约会 却看见有个人形迹可疑 而她又想起小恒的目标正是海娜 于是不顾红灯的阻碍 静止冲了过去 深夜 女人独自进入了废弃老宅 国杂的老墙 寂静的四周 吓得她停下脚步 一个变态扔出了衣服让她换上 并快速地跑到她跟前 陶醉地在她身上一阵狂秀 甚至还拿出畅销的狗用截牙鼓让她享用 一天前 书园看见一个怪人正在跟踪海娜 于是冲上去将她护住 并趁机反手将那人制服 海娜仔细一看 书园赶紧松手 不断地赔礼道歉并解释一切都是误会 原来那爸只是想吓唬女儿 不过在看见书园后 立刻明白是谁夺走了女儿的初吻 于是霸气地通知书园 海娜担心老爸心之口快 自己又没做好准备 便硬拉着老爸逃离了现场 镜头一转 海娜告诉老爸 书园对诅咒的事情一无所知 虽然剩下的时间只有七天 但海娜希望老爸不用太过担心 自己会向书园坦诚以对 然后趁机解除诅咒 那爸看着左右为难的女儿 其实那爸明白女儿的心情 毕竟她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抉择 那时那爸和那妈才认识不久 她就突然缠着对方想要结婚 结果那妈并不慌张 反而直挺挺地坐着 安安静静地将她盯着看 起初那爸以为她并不透明 结果那妈直接坦白了诅咒之事 刚开始那爸以为是她的借口 让她无法相信 甚至产生了害怕情绪 也想过逃跑 可看着那妈虽然一副昂首挺胸的样子 但她的手却在膝盖上瑟瑟发抖 所以最后她抑制了害怕 并主动拉着那妈的手 因为在她看来 就算她遭受诅咒缠身 可她的本身却不是个可怕的人 反而还很善良 也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同时也畏惧那爸离她而去 所以最后那爸不忍心 丢下她独自面对 选择了留在她身边 其实那爸说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女儿能减轻心理负担 并且她识人的眼光不差 书园一看就是有责任 也值得相信的人 为此那爸特意送上玫瑰一束 回到家中海娜就开始跟书园聊天 结果收到一个奇怪信息 打开一看 竟是自己丢失的衣服 并且对方还命令她晚上11点 去一个指定地点 海娜心慌地找到姐姐 几人看了照片后 又那率先冷静下来 以为妹妹在变成小狗的时候 被那人看见了 然而当时的情况紧急 海娜根本来不及仔细确认 可如果只是单纯的目击者 又怎么会让她在特意的时间 和地点前去 雨泽猜测不是为了钱 就是像长袖一样为了拍片 但现在首先要确定 对方是谁 又了解到什么程度 才能更好地想办法解决 因此又那和雨泽决定一同前往 很快三人就来到一片废弃的村庄 紧接着便发生开头一幕 海娜想知道她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其实小恒的目的就是为了额钱 因为她早就猜到海娜还瞒着疏远 不然她身上的诅咒早就解除了 但海娜并不愿意就此认输 她只觉得对方并没有实质证据 口头上的言论就算公开也无人相信 见此小恒掏出手机 翻找了半天 最后将一段视频传给了海娜 海娜紧张地拿出手机 吃惊地看着里面的视频内容 这时小恒得意地说出她的计划 先是将手中所有的影片如数公开 再单独地约见书院 让她亲耳听见并看见海娜变成小狗的模样 然后再收集她各种的表情动作 最后放出真正的小狗 并在她害怕到全身发抖的情况下告诉她 海娜 没想她的胃口如此之大 但小恒并不想给她留太多时间 临走时还不忘叮嘱明晚的 11点55分准时带钱过来 并且只能独自一人不能携带他人 小恒走后海娜瞬间瘫软下去 姐姐和雨泽赶紧上前安抚 回到家中 佑娜才清楚长袖的手中竟还有影片 很快那把娜妈赶了过来 当看到长袖丑恶的嘴脸 一副大意凌然的指责人变成狗的事情 以及小恒为博眼球的宣传视频 娜妈后悔当初没能彻底干掉那个渣男 雨泽希望娜妈能冷静思考 毕竟目前事情还不明朗 猜测应该是那个网络勒索饭 从长袖那里购买的影片 此时佑娜自责是自己害的妹妹 一家人看着海娜 娜妈表示不能为此垂头丧气 应该尽快解决这个麻烦 为此娜妈拍板第二天全体休假 然而这边的麻烦还没解决 另一边又被书员发现了端倪 原来书员在收缴学生的手机时 意外发现胖学生的小狗可可竟是电子宠物 于是叫来小玉问话 想要知道小狗的真相 男人取出一把剪刀 又拿了一瓶药剂 轻轻地摇了摇 温柔地告诉人渣 绝育手术绝对是渣男的幸福福音 原来海娜一家为彻底解决麻烦 决定第二天全体休假 因此书员在上班的时候一天都没看见海娜 为此她一天都心神不宁无精打采 但她又不好意思找人询问 只好来到海娜办公桌附近假意寻找东西 直到宋依发现端倪 她才害羞地询问海娜的情况 得知她是因病请假后 特意来到她家附近 想要打电话通知海娜 又担心打扰到她 便将亲自熬煮的粥挂在了门上 并发送了简讯仪式提醒 很快粥就被姐姐端上了饭桌 然而海娜现在一直消沉 见海娜无心吃饭 姐姐看在眼里 难过在心里 自责为什么自己的事情 要让妹妹也受到牵连 转念海娜担心那人会去找书员 于是决定先找那人 对此姐姐坚决反对 担心妹妹出门遭遇危险 毕竟她很自责 如果不是与长袖那个人渣 有着那些不堪的过去 事情就不会演变成现在这样 海娜只怪自己被人抓住把柄 才害得一家人为她担心 镜头一转 长袖才搞到的三百万再次输光 想要喝酒消愁 却发现冰箱空无一物 于是决定出门购买 结果一出门 就看见那把那妈守在楼道门外 吓得她赶紧躲回房间 长袖吓得想要报警 结果窗口还守着雨泽 很快那把那妈就用脚摸机打开了房门 并将人渣绑了起来 老两口虽然痛恨这个先是惹哭大女儿 现在又在二女儿背后捅刀子的渣男 但他们明白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从这人的口中 撬出小横的家或者办公地点 长袖谎称不知道 于是雨泽就打开了随行箱子 取出一把剪刀 又拿出一瓶麻醉药 怎料几人的捆绑技术不太过关 长袖一下就挣脱了束缚 然后趁着几人还没防备 拔腿就跑 转眼人渣就跑上了大街 只是他在前面拼命地跑 老两口骑着平板车悠闲地跟在后面 转眼复仇小组就将长袖牢牢地粘在床上 雨泽还特意顺了顺 让焦贴合得更加牢固 然后那把强行掰开他的手指 雨泽泽利用他的指纹解开了手机 最后通过聊天记录找到了地址 与此同时 海娜的学生刷到一个奇怪视频 正是小横的宣传视频 虽没指名道姓 但也透露了有人白天是老是晚上则是小狗 恰好书员经过 又被他看见这张嘴脸 于是当晚就找到小横的住处 发现大门紧锁又无人开门 书员便一路小跑 绕到了后门 摇了摇又拉了拉 见毫无反应 而视频里小横爆出的内容 让他感觉到愤怒 毕竟是他最爱的女人 于是书员捡起地上的德砖 是要用他以德服人 一进房间 就看见一墙的照片 上面全是书员及海南一家 这时听到动静的小横终于出现 书员二话不说冲上去就开揍 结果没打几拳 这人就一脚将他踹开 紧接着两人就开启了你追我敢的狂奔模式 小横都不敢置信 曾经被他欺凌的对象速度会如此之快 没两下就将他堵进了死路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里正巧是曾经欺凌书员的地方 而且小横似乎早有准备 很快就见他的狗腿子牵着恶犬出现在了这里 有了恶犬相助 小横也开始变得额外嚣张 毕竟书员天生怕狗的特性还没完全转变 为此小横趁着书员不备 抄起地上的木棍就将书员打晕过去 其实狗腿子都不明白为何要对书员做到这种地步 毕竟大家都毕业多年 平时也没交际 与此同时 那爸那妈也进入了小横房间 一眼就看见墙上的照片 以及电脑上这人偷拍的所有资料 两老二话不说直接拔掉所有电源 然后将所有的存储设备打包带走 另外渣男不明白雨泽为何要帮助他们一家 他却不知有时候不四家人却胜四家人的道理 很快劳两口就回到车上 然后威胁渣男立刻约出小横 并抢夺他的手机 这人在雨泽的剪刀攻势下 拨通了小横的电话 通知他家里的设备被砸 并附上了被砸照片 气急败坏的小横立刻视频连线了海娜 威胁他立刻前往废弃老宅 不然就干掉疏远 没过一会 小横就开着现场直播 揭露海娜变成小狗的真实一幕 施暴者想要教训老师 结果被当场打脸 对方只是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一弹 就将他蹦飞出去 数分钟前 小横想要让观众见证海娜变狗的画面 怎料有人嫌等待麻烦 小横见证人刷了礼物 外加他心里足够变态 就在他准备行动时 舒原及时出现 解救了这场危机 原来舒原醒来后 虽被恶犬吓到 但明白狗腿子的处境 这人也很清楚 小横拿他从未当人 不是打就是骂 于是放弃了 牵制舒原 而没了乐犬前置 小横没几下 就被舒原揍得没了力气反抗 这时舒原才发现海娜已经不见了踪影 于是立即追了出去 然而没跑多远 海娜就停住了脚步 同时转身拜托舒原 让她不要靠近 因为海娜害怕失去 本来她想告诉舒原实情 可事事难料 外加担心舒原会感觉荒唐 误以为她在寻找借口 然后慢慢地讨厌自己 毕竟人能变成小狗 任谁都会觉得奇怪荒唐 不过舒原却觉得这不算什么 毕竟她认为自己也很奇怪 从小怕狗就算入狱小狗也会转身逃跑 但就是这样的自己 海娜还愿意一直给她鼓励 其实舒原从胖学生那里 以及第一次看到宣传视频的时候 就猜到了些许 只是她一直认为海娜的秘密 不应该由小横告诉自己 而她也绝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只想海娜亲口道出 见此舒原慢慢地靠近海娜 因为她自由打算 打从她打算试着跟可可亲近 外加一直以来海娜对她的帮助 还有两人曾经一起的经历 都让她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海娜 就在这时 舒原亲眼目睹了海娜蜕变的整个过程 不过这次她并没退缩 而是轻柔地抱起海娜 主动地献上了香吻 与此同时 宝谦梦到了数百年前 她亲自给海娜先祖下了诅咒 让其后代遇到恋人接吻后 就会变成小狗的模样 并且还要证明坚真不移的感情 才有办法再次变回人类 惊醒后 宝谦立即出现在了小横面前 命令她就此打住 结果小横不是好歹 这才有了开头一幕 不过她不会就此完事 只见宝谦手放蓝光 轻轻一抹 小横就忘记了关于变狗的记忆 其实宝谦是个山神 也在那时认识了一位名叫初音的女孩 恰好这个女孩又和刚转来的通灵者极为相似 另一边海娜承认了错误 认为不该为了解除诅咒而刻意接近舒原 并且犹如寄生虫一般缠着不放 海娜表示会继续纠缠绝不放手 听到这里舒原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海娜这次也不墨迹 直接开口索吻 需要一个充满爱意的亲吻 不过就在舒原下口时 却有点好奇 好友只是想展示嘴唇 怎料女人盯着嘴唇后就开始发馋 并且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经过了八级海娜终于摆脱了全娜的身份 为此姐姐和雨泽特意为她举行了庆祝派对 并且海娜舒原也已经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不过现在还不能正式公开 毕竟两人还想对学校暂时保密 这时舒原打来了电话 姐姐趁机打去 为什么不换掉舒原老师这个称呼 又那看着妹妹幸福的模样 羡慕她不仅解除了诅咒 还收获了爱情 剩下的只有康庄大道 可自己呢 虽然同样解除诅咒 可遇见的却是渣满 雨泽见她心情低落 便想着逗她开心 于是撅起了嘴唇 怎料雨泽诱人的红唇勾起了她的欲望 另一边 保签正悠闲的串着手链 副校长却出现在她面前 语重心长的让她赶紧回去 毕竟老师的兴趣爱好还是留在家里适合 怎料一向铅合的保签突然变脸 而副校长也在此刻变得唯唯诺诺 小心翼翼地坐回沙发 谨慎地询问保签 原来副校长不习惯城市里灰蒙蒙的天空 习惯了山上绿油油的植物 想要拜托保签尽早回到山上 毕竟在她看来所做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 同时她也不习惯衣装革领的西装 然而保签打从下山开始就没想过就此收手 可副校长特别想念山上的山神庙 毕竟那里才是他们的家 副校长不明白为什么要为初音做到这种地步 齐料这话触通了保签 她也含泪光地将手搭在副校长肩上 心塞地告诉她 自己失去了什么就要让他们失去什么 同时还要让他们体会自己曾经体会过的那些感受 这里有个细节 就是保签单独交给副校长的手链 第二天 小鱼发现了舅舅和海纳恋爱的秘密 疏远紧张地想要岔开话题 结果小鱼依旧不依不挠地询问诅咒解除了没有 虽然得到舅舅的肯定答复 但小鱼总归是有些失落 毕竟现在舅舅守长爱情的甜蜜 完全忽略了她的感受 于是小鱼慎重地告诉舅舅 如果要跟海纳老师恋爱 就不能要求她做一些狗狗会做的行为 例如握手 握脚 中枪 因为她已经解除了诅咒变回了人 还有去咖啡店 不要买咖啡改成可可 有时候对海纳老师好 她会口是心非装作不喜欢 就不要太过明显地对她好 等到恋爱一百天的时候 再走到她的跟前送她一份她最爱的猪骨粒 最后要经常称赞她的可爱温柔以及讨人喜欢 镜头一转 小鱼又找到海纳老师 希望她知道一些舅舅的小脾气 例如 习惯在尖了的荷包蛋上画笑脸 而这笑脸一定要留在最后吃掉 不然舅舅就会生闷气 其次 舅舅偶尔会识点小信 她会闭着眼睛按电梯的楼层 发现没有按错就会按字欣喜 希望海纳老师不要拆穿 不然舅舅就会板骑脸否认 还有拜托海纳老师多给舅舅买些新出版的数学试题 因为解题是她的爱好 镜头来到会议室 校长将宝签制作的手链送给了全体老师 并且亲手将单独给她的那条交给了海纳 同时声称对恋爱有着不小帮助 能够完美的调和阴阳五行并保证一定会白头偕老 为此副校长要亲眼看着她戴上才行 紧接着副校长宣布了今天会议的重要决定 就是绝不允许校园里出现老师秀恩爱的场景 因为隔壁学校的老师不仅被学生发现在校园里接吻 还被投诉到教育厅 因此校长决定亲自监督 希望老师们能起个表率 端正好各自的行为举止 如果有人发现异常 一定要立马汇报 就因为此事 海纳故意声称恋爱细胞干涸超过百年 同时还当众假意冷漠书员 结果两人在校园里传递小纸条的行为 正好被教学楼里的学生看见 恰好这个学生还是海纳所带的班级的 这还算没完 就在海纳看纸条内容的时候 书员悄悄地出现在她后面故意挑动 不巧的是 还是被那个学生撞见 以至于这个学生在语文课上 用诗意一直赞美书员的教导方式 可随后脸色一变 这是海纳收到书员的简讯 镜头一转 两人就来到历史资料室附近 殊不知两人扭捏的动作被采雅看在眼里 这人立马就找到了副校长 而海纳书员两人的秘密是否就此被发现呢 女人一把撩起男人的下巴 想要检验两人之间是哪种欲望 原来副校长和彩牙赶来的时候书员两人已经离开了 并且两人既没有拥抱 也没有接吻 甚至连十指紧扣这种牵手都没发生 只是简单的给了本书 因此副校长决定不予理会 然而没隔多久 书员海纳两人就在办公室里轻力的勾着手指 恰好又被采雅看见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先喜欢的书员竟会被人截足先登 不仅如此 以前木讷的书员又蒙着海纳的双眼带她来到了室内体育馆 随着手掌一开 不懂浪漫的呆子也学会了哄又开心 有了场景的衬托气氛的到位 海纳自觉的闭上了双眼 书员也想再次吻上那片红唇 可惜一声惊想将两人拉回了现实 原来是体育老师带着学生来到了场地 一进来她就吩咐学生们拉开窗帘 随着左侧按钮按下 左侧窗帘打开的同时 海纳被吓得不住的左翼 而右侧的启动 将两人的距离拉得更远 他们似乎要在体育馆上演一部罗密欧与朱丽叶相隔万里的现代篇章 然而躲得了里面却躲不了外面 刚好又被海纳的那个学生看见 这个女生看了看右边 又看了看左边 两人不舍的表情是尽收眼底 她一下坐在地上 没想到自己重义的疏远老师也经不起诱惑 与此同时 智雅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古装人影吸引 而这个人影恰好和她记忆中的那道人影极为相似 随着这道身影的步伐 她来到了历史资料室 看着人影进入了室内 智雅急忙跟了进去 穿过古老的隧道 打开封城的大门 而那道人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时宝钱同样来到了门外 闭脸好奇地看着打开的门锁 似乎怕谁发现她的秘密 于是快步地走了进去 智雅这边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盒子 打开后从里面拿出一条围帛 正好和她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而上面的那个明显的剑痕 又和记忆中被树枝挂落后 又被剑枝射中的一样 紧接着智雅凭着感觉来到隔壁 拉开门帘 竟看见一副与自己长相一样的画像 不知是被画像中的眼神吓倒 还是回想起刚才的人影 智雅忍不住地后退 当宝千赶来的时候 她已经晕倒在了地上 宝千小心翼翼地将这个长相 和数百年前的初音一样的智雅抱起 然后将她送了出去 当智雅醒来的时候 完全像是尸神一样 丝毫没有理会一旁的小玉 智雅不明白 为什么那里会有自己的画像 小玉见她自言自语 还以为她被什么附体了 便抓了一些糯米为智雅去摸 可此时的智雅还在回忆那条围帛 而且她还发现 一旁的小玉一直关心她的状况 迟到放学也在担心她的身体 毕竟她听说智雅曾经病了三年 因此想要知道她晕倒的原因 很快到了晚上 又难欲言又止地询问海纳 这话问的海纳是一脸猛逼 可佑娜还是想要作为语文老师的妹妹 帮忙解释一下 这让还未经人事的妹妹 只能勉强地回答 一番解释 猛逼中的佑娜继续猛逼 其实她就好奇上次吃鸡肾的时候 为什么会突然看见某样东西 海纳疑惑是什么东西 姐姐急忙强行解释那是食欲 转眼两个类似嘴唇的鸡肾摆在海纳眼前 让她瞬间没了胃口 然而看着书源翘起的嘴唇 她又忍不住吞咽口水 直到书源深情地慢慢向她靠近 两人的嘴唇几乎快要碰壁 海纳这才摆脱幻境 原来是她看着鸡肾太过出神 这时姐姐发来简讯 让她暂时先别回家 因为佑娜特意叫来了雨泽 想要亲自确认一下 这才有了开头一幕 只是她这种只管引火不管灭火的行为 引得雨泽浴火难耐 另一边 海纳来到书源家中 恰好小玉又在朋友家过夜 于是她不顾姐姐让她回家的简讯 执意想要多留一会 然而看着书源 她又老是想路飞飞 吓得她快步跑进了洗手间 结果刚整理好心态 转身一开门 画面一转 海纳刚平复了心中欲望 结果开门声突然响起 吓得两人不得不再次终止 原来竟是宝谦突然造访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两个想要在家偷吃的小情侣 与次遭人打扰 最后只能躲进狭小的衣柜以防被人发现 殊不知宝谦早已发现了两人的秘密 原来海纳在宝谦进来之前 就躲进了小玉的房间 紧张的书源想要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造访 结果竟是上次来的时候落下了东西 然而宝谦却准备先找小玉 书源只好谎称 宝谦瞄懂书源的意思 紧接着走进书源的房间 不过进去后 她并没有寻找所谓落下的东西 而是目标明确地锁定书源包上的小狗挂室 与此同时 书源趁着空档给海纳发送简讯 让她趁机出来 结果海纳的鞋子还在外面 然而就在她忙着收拾鞋子的时候 宝谦竟出现在了面前 书源只好谎称是她姐姐的鞋子 并要求她寄过去 本以为就此糊弄了过去 没曾想又出现了开门声音 原来是外出的小玉归来 书源只能再次圆谎 让大侄子再次返回同学的家里 并且留宿 同时声称宝谦心情欠佳正在屋里痛哭 怎料书源表演的越是卖力 小玉跑得越快 每两步就冲到宝谦面前一阵安慰 而此时猛逼的宝谦继续猛逼 完全没搞明白状况 然后让书源更紧张的是海纳还在房间 而小玉又准备开门 好在打开的瞬间海纳早已躲好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书源提议来部电影看看 就这样几人看着无聊的肥皂剧 缓缓地进入了梦乡 书源见两人睡着 立刻来到小玉的房间 看着躲藏在衣柜内疲惫的可人 书源免不了心疼 随即书源小心翼翼地将海纳送出了房门 另一边 雨泽难以平复激荡的心情 又娜娜撩人且性感的嘴唇让她忍不住的身亡 雨泽不明白为什么总是回想起这个画面 想要用工作来摒弃心中的杂念 这时姐妹俩的舅舅突然犯病 由于她的状况恶化 当海纳赶来的时候 已经紧急安排了洗肾 好在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治疗 画面一转 书源得知海纳的舅舅已经转为维安 并且住进了医院后 好奇诅咒的起源 她觉得只要知道根源 就能找到了结的办法 这样不仅能让海纳的舅舅 从18年来的狗生恢复成人 还能让他们家族不再遭受诅咒的折磨 变得更加幸福 可海纳他们一族从来就没有想过 这种从根源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的只是天生的任命 毕竟他们家族的人打从出生开始 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书源握着海纳的手 真心地表示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一直留在她的身边 为此 两个神伤的女人只能看着她俩 轻轻我我的从她们眼前经过 这次两人并没有去找副校长 反而暗自神伤 因为两人终于明白 她们单相思的爱情不过是一片虚无 与此同时 智雅拦住宝谦 想要搞清楚在历史资料室晕倒的原因 看着眼前长得和初音一模一样的女孩 宝谦称是贫血 可智雅自己的身体又怎会不知 她明白宝谦一定有所隐瞒 于是跟随她再次来到历史资料室 然而这里早已被宝谦动了手脚 以至于智雅打开箱子 没有看见曾经看见的微博 而挂在一旁密室里的画像 也早已被更换 智雅虽然没有找到原因 但身为通明师她又怎么会认命 她知道一切的原因在宝谦身上 于是提议 随着三张卡牌抽出 宝谦淡定的看着眼前的女孩表演 殊不知当她翻开第一张卡牌 就明白她的身份高贵 但又无人知晓 智雅见她还是老神在在 又翻开了第二张 从这里她看出宝谦平时表面 看起来是笑容可居 实际上内心有着其他想法 因为黑色的一面 虽然看起来是空荡荡的山 实际上是一片圆野 就等一个契机 就能掀起一场风暴 而第三张则代表思念逝去的人 才会在阴间的大门前不断徘徊 智雅惊讶地看着眼前人 被揭露了身份及目的的宝谦表面上 看起来依旧平静 实际等她出了资料事后 就一脸的不甘 愤怒 还有数百年来所忍受的心痛 因为曾经能挑动她心弦的初音 被淑源的前世逼迫到走投无路 因此她要结束数百年前的恩怨 于是将淑源骗置她的房车 并趁她不备 女人掀开了被子 原来 淑源的前世拦下了初音 当宝谦发现她的时候 已经惨遭杀害 恰好凶器又是淑源前世所用 因此宝谦将她保留下来 并且享用这把 尝过初音鲜血滋味的凶器 让她因思念血腥味 而渴求淑源的鲜血 然而淑源误以为是把玩具刀 淑源走后 副校长便从房车上走了下来 她觉得淑源为人和善 希望宝谦能够放过她 可宝谦心中执念颇深 然而副校长认为宝谦贵为山神 主则是保护生命 而不是为了惩罚 才存在世间 第二天 书源就把昨晚的事告诉给了海娜 觉得宝谦最近让她感觉陌生 海娜只当是书源犯了小错 才引起宝谦生气 殊不知因为她手上佩戴的手链 让她也遭到算计 不过海娜还是有所发现 原本自己很遭小狗们喜爱 如今碰见她 如同碰见洪水猛兽般避之不及 然而书源以为是解开诅咒的缘故 因此两人并未放在心上 反而约定外出露营 结果她竟发起了高烧 姐姐想要劝她放弃外出 可两人毕竟是第一次外出旅游 海娜不愿就此放弃 执意坚持约会 又那见此只有联系书源 镜头一转 书源就来到海娜家门口 原来又那临时有事 希望书源能劝劝妹妹 同时声称 然而当书源进入海娜的房间 她还以为自己身在梦中 因此海娜掀开被子 让书源也躺进里面 就这样书源脸红耳赤的躺在了她身边 两人的感情因此节节升温 以至于在学校的实地教学体验中 两人依旧难舍难分 而这一幕恰巧被智雅看见 同时也勾起了她的部分前世记忆 原来海娜曾是初音的侍女 而书源则是初音父亲的弟子 这时小玉打断了智雅的回忆 误以为她发现了海娜和舅舅两人拍拖的秘密 希望她能保守这个秘密 然而智雅不仅不知道 反而看见小玉T恤上的小狗图案 转眼智雅又发现了宝千和副校长两人 这两人一直关注着一双受血 宝千感叹自己的不知 不然就能为初音准备一双 副校长原巴看着远去的宝千 深知她的执念 毕竟宝千是山神 而她则是陪伴在她身边的狐狸 当时她的变身术还不完美 相等到趋近完美后再进入人间世俗 然而宝千却告诫她人类的忘恩负义以及残酷 以决她下山的想法 可原巴一直想要碎石 而初音又一年未曾出现 不过她知道宝千一直在暗自等待 与此同时 书原正击捕小贼 恰巧这人撞到了海娜 以至于她的手掌划伤 为此书原特意送上药膏 然而海娜先是看了看左右 再拜托书原换种方式 紧接着她把膏药放在地上 原来在她小时候 就因为初音为人和善 把她当成朋友而没把当成奴婢 结果遭到严厉斥责 因此海娜希望书原能够冷漠地对待自己 可书原还是坚持自己的方式 结果海娜不仅没有使用药膏 反而第二天无意间泼了书原一身污水 还被她发现未曾用药 书原误以为她将膏药扔了 气得当场转身就走 以至于她的随身寄带掉落 因此海娜急忙跟着地上的脚印一路寻找 结果两人直接撞得满怀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书原表演给外人看的 而两人早已情投意合 然而意外总是来得那么快 很快书原就收到指令 起因竟是初音的丈夫是恩成君的曾孙 这人不仅拥有王族血脉 还因涉嫌谋逆拘捕而遭到射杀 因此朝廷下旨捉拿初音 为此书原提前赶回了老师住所 趁着牙役未到 戴上海娜和初音翻墙而逃 可初音因身怀六甲导致行动缓慢 海娜为了吸引牙役的注意 直接披上初音的衣服拔腿就跑 然而没跑多远就被牙役们拦截 与此同时 初音也因心慌意乱一部流神摔下了山崖 穿过古老的隧道 推开封城的大门 一副和女人一模一样的画像将她的记忆唤醒 原来数百年前海娜被牙役包围的关键时刻 书原及时出现将她救了下来 并让她找到初音 而自己则去打探情况 可海娜不舍得她去冒险 与此同时 宝谦发现了昏迷的初音 因为她是山神 所以清楚初音因王族血脉一夜之间失去了父亲 还成了朝廷的猎物 而她的主则是挽救生命 因此将初音带回了住所 只是肚中的胎儿却未能保住 因此苏醒后的初音整天失魂落魄以泪洗面 甚至萌生了自杀的想法 好在宝谦及时制止 才杜绝了初音轻生的念头 并且安排狐狸员八华生成人 然后给她送上小狗用以开导 原来宝谦曾告诉轻生的初音 她的孩子虽已死去 但却一直徘徊在她身边 最后附身在了死去的小狗身上 因此初音随着时间流逝外加海娜和小狗的陪伴 慢慢地走出了痛失爱子的伤痛之中 为了让她取水方便 宝谦特意为她饮水开渠 时光如梭 转眼初音在宝谦的陪伴下度过了三个月 并且慢慢地爱上了这个语气生硬且固执 但眼神温柔的珊珊 起初宝谦不明白什么是爱 可随着角色扮演的投入 宝谦恍恍惚明白 听到这里初音脸上莫名地出现红霞 初音害羞地表示是因为见到相公而心动 随着一吻落下 山神也难免坠落凡间 两人的关系也开始微妙起来 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的山间 原来宝谦原本打算带着初音看海 结果海纳担心书园安危 便跑到村落打探消息 就因为此引来了追捕初音的牙役 恰好宝谦又回想起原八曾经的告诫 他曾看见海纳出现在村落 担心他为了书园安危出卖初音 宝谦作为山神虽不能看懂人心险恶 但他能第一时间发现危险 因此他让初音完最后一次躲藏游戏 镜头一转 宝谦独自面对追捕而来的牙役 由于他的职责是守护生命 所以他不喜欢血染大地 进而导致追捕初音的牙役有增无减 并且屡次遭遇危险 而宝谦也在发现掉落的微波后 才开始对牙役们展现他山神的力量 当他赶到牙边 恰好看见书园举刀对着初音 而他自己又被尾随而来的牙役偷袭 随着初音坠牙 宝谦再也压制不住那份情感 神魔瞬间转换 也不再遵循生命规则 虽然没几下就解决了牙役 但一切都来得太迟 初音已经离他而去 宝谦只能抱着尸体懊悔 可入了心的人又怎能说忘就忘 更何况他是堕入凡间的神灵 因此宝谦准备复仇 经过了数百年 他踏进了海纳一家的宠物医院 来到海纳舅舅面前 男人为了复仇 时隔百年再次踏进仇人的房间 对着仇人的舅舅伸出了罪恶之手 好在经过宇泽全力抢救 这才让舅舅转危为安 就在几人刚关上尾门 转眼尾门又自动打开 并且舅舅毫无征兆地恢复了人心 只是突然没了一身狗毛 让他一时不太适应体温 就连正常的进餐也一时无法改变 不过对于怎么变回成人的原因 他却毫无印象 因此海纳姐妹俩准备查询家族 资料探究一下这个秘密 不出意外 还真让海纳找到一个信封 打开以后 里面记载了诅咒源自于山神 于是他打电话告诉了书源 因为他感觉山神应该不会这样对待人类 两人没聊几句他就挂掉了电话 怎料宝谦早已恭候多时 并且没有了以往的谦和 海纳心慌地想要逃离现场 结果宝谦却将她的姐姐变成了小狗 这下她不得不质问宝谦的真实身份 然而对方并不想轻易地告诉她 只是让海纳慢慢地回想 不过还是给了一个小小的提示 那就是在更久以前 她就出现在海纳等人的周围 说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转过头 姐姐也恢复了正常 但她对刚才变成小狗的事情 完全没有一点印象 于是海纳立即拿出以前的相册寻找线索 没隔多久 她就有了发现 取下来仔细一看 原来在他们儿时 宝谦就已经处心积虑地接近了他们 转眼海纳就将这一发现告诉给了疏远 但她始终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对他们家族施加诅咒 另一边 志雅找到宝谦 宝谦听罢警告志雅乱用神力是会遭到惩罚 然而志雅直接挑明自己恢复了前世初音的记忆 并希望宝谦能够回归正统 可宝谦只认为前世不过是段已经结束的人生 同时期望志雅忘掉 并开启新的人生 因为志雅无论是现在还是前世都不想看到宝谦痛了 希望她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 甚至连一根汗毛都不要受伤 并且表明立场 结果宝谦并不领情 志雅无奈只能来到教室办公室寻找书员以及海纳 怎料两个人都不在 于是她又来到历史资料室 希望从副校长身上入手 透过门缝 一眼就看见了副校长袁八的狐狸尾巴 这让她更加确定了自己前世的记忆 镜头一转 袁八希望宝谦能放弃大费周章的复仇计划重新回归山林 在她看来志雅拥有前世的记忆 就代表初音已经回来了 可宝谦一味地觉得 志雅记忆里的山神不是自己 即便袁八苦口婆心地劝她适可而止 宝谦也不愿放弃已成的定局 因为是想给死人 时隔二十几年才解除诅咒回归人行的男人 获得手机后想打的第一个电话 竟是抛弃她的那个女人 弟弟见此把腿就跑 心想着又可以再次联系那个女人 结果一转头 另一边 舒原将海纳给她的照片递给了宝谦 希望她能做出解释 怎料宝谦只是感叹了时光如梭 当年的小女孩都已长大成人 如今还跟舒原正在热恋 只是宝谦并不想两人太过顺利 于是轻拍舒原的肩膀 原来舒原儿时遇见恶犬的时候 宝谦也出现在她身边 并且说了同样的话 舒原赶紧拉着离去的宝谦 想要知道对方接近他们的目的 与此同时 海纳接到妈妈的电话 得知舅舅再次变成了小狗 于是拦下宝谦 是要问明白一切的缘由 为什么要针对她的家人 怎料宝谦叫出了另一个名字 原来当时的莫顺虽是初音的婢女 初音却带她亲如姐妹 得知她正与贵族子弟秀贤相恋 初音不仅没有因身份门帝而相组 反而处处给两人寻找相约的机会 甚至还特意为两人留门 这才让他们有机会共处一室 然而事实多变 初音因丈夫深具谋逆王族的血脉 而遭到牙抑追捕 虽然秀贤努力将初音和莫顺救下 但她却被上司抓捕 恰好莫顺又有了身孕 于是她便偷偷地跑去寻找秀贤 而这一幕正巧又被圆巴看见 她便担心莫顺会生起背叛之心 可当时的宝谦心地善良 一心认为莫顺和初音从小一起长大且青铜姐妹 不会生变 谁知莫顺在得知秀贤即将被斩首示众后 便求着官差饶恕秀贤 而代价则是 当初音死后 宝谦就放弃了山神的身份 并杀掉了书源的前世 但她并未解恨 因为她送给初音的小狗德九都愿意为了初音而死 她又岂能看着海奈的前世莫顺独活 可当时的莫顺腹中怀有胎儿 这才将牙翼引入山中背叛了小姐初音 当时的宝谦虽然因为莫顺苦苦哀求放过了腹中胎儿 但并不愿意轻易饶恕背叛了初音的丫鬟 毕竟初音带她如姐妹 因此宝谦立下诅咒 将陌生的罪鬼由孩子偿还 如今海奈已起了当时的场景 因此宝谦愿意解开他们家族的诅咒 不过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抹去海奈所有有关书源的记忆 让书源的心回到没有任何感情的过去 两人之间也将毫无留恋 原来之前海奈勿将书源当成了宝谦表白 也是她从中促使的 并且两人能在蛋糕店相遇 也是她故意牵线搭桥才让两人慢慢彼此相恋 现在宝谦就给海奈一天的考虑时间做出选择 是解救家族还是选择爱情 递转头 书源再次找到宝谦 愤怒地想要知道对方对海奈做了什么 才让她找不到海奈 推嗓间书源碰掉了初音的画像 她愤怒地想要持刀要挟 怎料宝谦丝毫不拒 眼里只有挚爱的画像 宝谦拿掉书源手中的刀 告诉她自己只是抹出了海奈有关两人的美好又温暖的回忆 可书源觉得宝谦这么做没用 镜头一转 书源找到海奈 陪她一同游走在海边 然后做出她的决定 书源坚信即便两人都被抹除了记忆忘了彼此 她也会在徘徊的迷路中找到海奈 毕竟两人之间铭心刻骨的感情不会改变 就像第一次见到海奈时一样的会喜欢上她 即使表现冷淡远离一步 她也会因留念而主动靠近两步 然而事实并未按照书源预想的剧本行走 这次就算相遇 别说远离一步 哪怕插肩而过 也已经形同了陌路 曾经相爱的男舍男分的两人 却因女人的记忆被抹除而形同陌路 因此书源找到宝谦 将她拉至角落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我的记忆 然而抹灭谁的记忆的决定 全并不在书源身上 况且宝谦很想看看书源 如何追回失去记忆的海呢 好在书源并未放弃 她来到体育馆 回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 以及海边时两人的约定 于是书源便为其送上了猪骨粒蛋糕 结果刚一转身 海娜转手就送给了送衣 紧接着书源又着手帮其收拾桌面卫生 并没其名曰担心灰尘影响到海娜的身体健康 谁知海娜就像曾经的她对待她一样并不领情 于是书源又提议两人小酌一杯 结果这次海娜直接被她吓走 无奈之下书源准备坦白一切 结果又被突然赶来的保签打断 就这样海娜上了保签的汽车 另一边 娜妈发现弟弟恢复了人形 于是急忙通知了家人 面对东泽这种情况 他们毫无头绪 于是两姐妹打算查找家族记录 只是佑娜总感觉这一幕有点似曾相似 到了晚上 海娜意外发现日历上备注的旅行日志 明明是自己的笔记 她却毫无印象 与此同时 小玉拿着印由海娜变成小狗厚的衣服 询问舅舅 书源这才发现 被保签抹去记忆的不光是海娜 而是只有自己保留了两人相恋的那段记忆 这也就代表了她想要重新追回海娜的难度再次增加 不过万事也有了例外 就是在学校创位时 海娜无意间摔倒 而书源及时将她抱住 转眼书源又给海娜准备了蛋糕 不过又被保签打扰了气氛 书源本想阻止 怎料海娜带着保签就出了办公室 留下书源独自一人暗自神伤 并且还让她在下楼的时候看见保签的亲密动作 气得是书源拉着海娜就走 这次她鼓足勇气 然而被抹去记忆的海娜只记得曾经喜欢过保签 对她却毫无感觉 并且海娜保签两人简单的谈论公事 都能引起书源的猝疑 以至于她闯进休息室 迫切地想要知道保签的目的究竟何在 控制不住情绪的书源急切地想要保签收手 然而保签除了让她感到切身之痛 以及领悟被夺走感情的感觉外 海妍明两人的相恋都是她的计划 抱走的书源依然抱走 对着保签就是一顿狂揍 结果反被赶来的海娜推开 划伤了手不说 海眼看着海娜关心保签 书源什么话也没说 独自来到外面落泪 就在这时 海娜走了过来 希望她不要放弃 应该勇往直前地将她找回 书源眼含泪水地点头呆 可惜这一切都是书源的幻想 真正的海娜却在给保签上药 而保签趁机提出了交往请求 另一边 书源从小遇口中得知智雅竟保留了记忆 那智雅的 什么 那她和三船一起相亲 于是找到智雅 想要知道原因 可惜她并不清楚 不过智雅从书源及海娜的事件中感应到一丝线索 便找到保签 质问她到底在埋怨谁 难道是书源和海娜 不然怎么会删掉海娜的记忆 一次的超友谊行为让女人挥之不去 她想和对方超越那条界线 奈何那家伙脑筋漫上半拍 心悸之下 女人再次给她提示 转眼两人就开始了约会 只是碰见海娜后 打发走了雨泽 佑娜赶紧走回房间 生怕海娜提起刚才的事情 结果一进房间 还是被其追问 不过除此之外 海娜还好奇 原来书源不仅得知海娜和保签拍拖的消息 还意外听见两人即将约会的信息 于是跟随着两人来到了电影院 只是她无心电影 眼中只有前排的两人 只要他们有亲力的动作 她都显得格外紧张 看着海娜因电影哭泣 她却只能含着泪水默默注视 就连电影散场 也只能看着两人牵手离开 心中的委屈 对保签的愤怒 只有她默默承受 镜头一转 保签海娜两人正巧看见佑娜和雨泽 于是才有了询问姐姐的一幕 只是她并未放在心上 不过很快她又发现书源办公桌上的日历 俨然记录着和她一样的旅游备注 于是赶紧追上书源 想要知道为什么两人的记录一模一样 书源并没回答 反而提议周末一起旅游 这时海娜又注意到背包上的小狗挂屎 感觉很可爱且很熟悉 告别书源后 海娜又看见了姐姐和雨泽 两人甜蜜的一幕 让她的脑海中不知不觉浮现出了她和书源甜蜜的影像 但她很快就抛掉这奇怪的念头 不过总有人会给她创造机会 这天她和保签约会时 意外接到小玉的电话 让她赶紧去她家一趟 原来智雅为了弄清前世的死因 找到了副校长袁巴 通过游戏从其口中得知前世死在了玄机山 只是当她前往的时候 后面却跟上了两个脱油瓶 而智雅也趁此机会告诉小玉众人失去了记忆的事情 因此小玉就给舅舅创造了一次机会 而智雅在神力的指引下来到了山顶 这次她看见了前世坠落悬崖的全过程 并且在山底下看见了重剑后的尸体 与此同时 海娜来到小玉家 才发现书源是小玉舅舅 她本想就此离开 书源却不想浪费侄子创造的机会 便叫住了海娜 并特意为她准备了草莓 而这一幕让海娜似曾相识 她总感觉来过这里 并且无论是脑袋以及内心都不听她使唤 明明都是她的一部分 却有着不同的身体记忆 海娜有些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才让她不清楚哪一个才是真实 然而这一闻虽然让海娜有些似曾熟悉 但她还是推开了书源 陶冶寺的离开现场 即使记忆被抹去 碰到熟悉的人和场景 身体的记忆以及曾经诅咒的记忆 还是让女人选择躲在了同样的位置 只是这次并未出现诅咒 海娜感觉奇怪 于是告诉给了姐姐 姐姐也很好奇 这是一旁的舅舅才道出海娜的诅咒 早就被书源解开了 然而姐妹俩并不接纳这个说法 反而觉得舅舅还没完全恢复理智 甚至认为是妹妹不懂如何接吻 才导致诅咒无法出发 但不管怎样 都无法改变被亲的事实 因此海娜不仅上班途中躲着书源 就连学校都躲着对方 不过这些都被眼尖的书源看在眼里 于是书源立即追上海娜 心酸难过的同时希望海娜能整理好思绪 她则会一直等待 等海娜找回失去的记忆 以及确定内心的想法 但在找回之前 与此同时 舅舅东泽意外发现海娜书源等人的人生照片 一下就明白自己的记忆并没出错 于是火急火燎的拿着照片赶往了学校 然而她所托飞人 遇上了狐狸校长 照片被欺骗走了不说 还被对方施法夺取了人类的语言能力以及识字能力 好在被海娜及时发现 并且从舅舅那里得知一切都是校长做的手脚 因此海娜准备询问一下校长 结果让她在校长办公室发现那张被骗走的照片 她这才明白自己真的丢失了关于书源的记忆 而宝谦已经感觉到她有记忆恢复的迹象 于是告诉海娜一切都是她自私的选择 为了解除家族诅咒才放弃了书源 海娜很想拿回那段记忆 虽然那只是海娜前世的记忆 但对宝谦来说却依然历历在目 她恨海娜书源两人前世的自私和背叛 让刚重获新生的初音又失去温度 让她体会了失去之爱的痛苦感觉 为此她迫使两人相爱并体会失去至爱的感受 只是没想到即使抹除了记忆两人还能找回 因此宝谦要海娜前往出阴魂段的那片山脉 她要在那里结束数百年来的恩怨 另一边 志雅从同学口中得知校长策划了一起 以玄机山凶宅为主题的特别活动 并且海娜是首推带队人选 恰好志雅已经确认了部分真相 于是想要将事实告诉给宝谦 怎料历史资料室内早已人去楼空 并且没了宝谦神力的支持 俨然一副破败形象 最后志雅只能通知书源 告诉她抹去海娜的记忆并不是结束 如今海娜又准备前往玄机山进行现场指导 而宝谦又曾是那里的山神 恰好自己的前世也是死于那里 并且他们三人前世的阴影又笼罩着今生 因此志雅希望书源能陪同海娜勇于面对玄机山 而她也要前去弄清楚前世的阴影要告诉她什么 男人努力地拯救小姐 然而挡箭的一幕却被山神误以为是在杀她 恰好她又举箭自杀 而倒下的一幕又被山神看见 因此误会缔结得更深 为了这场复仇 宝谦历时数百年 再次将两人的转世引诱至玄机山 并且进入了曾经的山神庙 这里阴森可不 即使白天也让人感觉汗毛炸裂 外加拥有神力的志雅一通渲染 恰好这时小胖若有所感地看向旁边 众人便被这突如其来的人影下的四处逃窜 以至于全部走散 不过志雅却心如明镜 她知道刚才的一幕是狐狸校长在暗中装神弄鬼 与此同时 海娜因跑得太急差点滑倒而扭伤了脚 书原心疼地为其检查脚伤 而这一幕又触动了她被封尘的记忆 虽然只有短暂的几秒记忆 但书原还是担心当海娜记起全部又将如何忍受那种痛苦 书原摇了摇头 毕竟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选择 另一边 志雅突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她感觉到了宝谦的气息 并且伴随着她入山的 除了她深深的恨意还有她为复仇而特意准备的恶犬 很快恶犬的肺声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书原虽然天生怕狗 但面对危险逃亡之际也不愿独留海娜 奈何海娜体力太差 没跑两步就累得气喘吁吁 书原强压心中的恐惧 独挡在海娜前面 与此同时 志雅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前世自杀的山头 因为她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明白只要她一站在那个位置 宝谦就会主动现身将她拦下 初音的现身终于唤醒了被黑化的宝谦 并且她趁机将当时的情形告诉给了她 原来当初莫顺本打算用小姐的行踪拯救秀贤 但心中的良知让她最终放弃 然而对方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她 因此莫顺只好委屈求全的声称 很快莫顺就赶回了山里 并着急忙慌的想让小姐赶快逃命 谁知初音不再加不说 还被狡猾的牙医一路尾随 并通过毫不知情的莫顺顺利的抓住了初音 好在秀贤及时感到劫持了上司 才临时化解了这场危机 原来莫顺前脚刚走 就有一个牙医进入牢房 恰好这人一直深受秀贤的恩惠 为报答她救母的恩情 冒死放掉了秀贤 虽然秀贤武力高强 奈何牙医人手众多 外加她还要保护初音和莫顺 最终被逼上了悬崖 并且在她替小姐挡下箭矢的时候 又被对方箭制射中 而这救人的一幕 刚好被山牙对面的宝谦看见 因此引起了误会 而宝谦也在此时被另一波牙医围攻 这才没有看见后面初音自杀的场景 其实初音原本是想用自己的死 来唤取莫顺和秀贤的生路 怎料跌落山牙的一幕再次引起宝谦的误会 了解真相后宝谦除了痛苦悲伤 还有自责 不过对初音而言 还能再见一次宝谦 她已经感觉到了快乐 与此同时 随着误会解开 海纳书原两人也脱离了被恶犬袭击的命运 并且海纳被封印的记忆也随之解除 书原得知海纳恢复了记忆后 为苦尽甘来的爱情激动的抱在了一起 今天也很可爱的狗迎来了大结局 海纳既已回归的那一刻 立马就与书原拥抱在了一起 书原也很激动 她的委屈和难过全部都化解了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 这两人还在学校搞地下恋情 他们以为掩饰的很好没人知道 殊不知就他俩不知道而已 千老师表示没眼看 极度死他了 同时本剧的恋人都拥有很好的结果 海纳姐姐与青梅竹马的语泽中成眷属 父母看到他们那样秀恩爱直接翻白眼 以及18年后从狗变回人的海纳舅 居然跟尹老师在一起了 但她还是改不了狗狗的习惯 经常还是用狗的方式吃食物 但这时她吃得太快给她噎住了 表现得非常难受 还好尹老师看到后用海姆立刻急救法救了她 同时小玉也经常对喜欢的智雅好 但拥有前世记忆的智雅 只想知道这一年山神宝千去哪了 原来宝千知道误会书远海那后 就远离喧闹的世俗 不过还是被智雅找到了 因为智雅知道她内心还有遗憾 500年前初英本要与山神去海边游玩 却遇到官兵而去世 如今重生的初英带着记忆跟宝千完成了这个遗憾 她们放飞了孔明灯 也表示着前世的纠葛消散了 最后海娜与书远每天生活在甜甜蜜蜜中 时不时的大白天就秀恩爱 至此今天也很可爱的狗完美结束 谢谢各位观众收看